好,现在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压片机的基本部分做成以及怎么调试啊 现在这是咱们的压球机的这个主机部分啊 主机部分,主机部分 这是一个部分,这个是出料部分啊 这个出料部分,这是两个部分了 第三部分呢,是咱们的液压缝绽部分 主要,整个设备主要也在于这个方面 还有咱们这个变控部分啊 变控部分,全是这个批扰器控制的啊 简单的在没开机,没试机之前呢 我先介绍一下啊 咱们这个首先是电源,启动电源 电源把这个电机启动起来以后 这个这个里边呢,把这个里边注入油 把这个去掉,把这个去掉啊 把这个去掉啊,这个去掉以后里边 需要把它调整到10兆帕 把这个 把这个顺时针方向拧旋转 旋转到一定的位置的时候 把这个 开始拿一个圆锥的东西 拿一个圆锥的东西 打个比方说用这个东西啊 按,往里边,往里边使劲 往里边使劲的按着,按着这个东西 然后,这机器开开以后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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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表 就这个表 这个表呢,它会 这边按的时候 这个表,指针会有压力 会往上升 升到一定的程度 如果说达不到这个10兆帕 继续来旋转 加大它的压力 直到10兆帕为止 不够的话,一直一直顶这个 咱们下边做个实验啊 我做个实验 我把机器打开 打开以后,把这些完全装好以后 就正式开机了 下边我简单的先把设备开开 先调整压力啊 现在在这除以零的位置啊 现在这除以零的位置 调整压力调整时刻吧 好了,这已经调整到10兆帕了 在调整10兆帕的中间是这样调整 调整压力的 OK,OK 这压力已经调整好了 下面呢,开始进入那个 开始进料了啊 开始进料,开始施压了